Cela Jupiter 你好 繼續跟我們分析星座 分析甚麼 分析我們這個非常英俊 又有好朋友的嘉賓,方學生 你好… 你別說了,你好 我一回來就等了一個星期 有甚麼條件會令你覺得是她 我要一輩子跟她在一起 以後我要捉住她,不放她 甚麼條件 幸好你給我一個星期 對 夠時間嗎 我想到… 很簡單 只要她可以做到 我這輩子只愛她這個女人 那我就可以… 即是像媽媽那樣 很聰明,懂得這樣打 是嗎 很生榮,你現在突然告訴我 你神規了,糟了 不滿腎會死,我現在… 她滿腎了嗎 我真的有神賜給你 如果你這樣細緻分析 經過這個星期… 我又有想過 怎樣 譬如你… 你下星期再來,我很想再見到你 譬如你身材,Anita 對嗎 性格,還是怎樣 我發覺我會很欣賞或受感動 就是一些… 寫己為人的那種性格 她是很偉大的 是 她先想你 她給你的愛是… 她可以說是媽媽那種 無條件 但會否覺得這樣 很窒息、很無法呼吸 不斷發訊息給她 你到達嗎?你沒有帶外套嗎 你在說愛,不是那種酷 你那種是酷著別人的事 她說愛人… 我會被這種行為打動 對我來說會加分 那是否要她愛你多過你愛她 這是很好的問題 我沒想過 那倒不是 我也會愛她較多的人 我女人…你喜歡那種愛 我自己喜歡的就是 一個改變我一生的人 我女人就是這樣 我認識她之前,我是… 不是這樣的人 簡單來說,很便宜 或以為自己是藝術家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管甚麼 她出現後突然會令我… 不是這樣的 有些事情要有責任 有些事情要有想法 有些事情要很清晰自己 是要改變你整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突然… 為何這個人那麼厲害 我會跟一個比我的人更厲害 是 他會有東西令我很崇拜他 某方面是優勢的 我不會覺得… 這樣我豈不是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而且我會覺得如果我喜歡一個人 其實那個自尊可以放下 對,不過我們聊天就不好 我們可以聊天很久 但始終我們不要以為Jubita 你聊完了嗎 我聽到了… 聊天是重序多久 就直接放就行了 那這個病人怎樣 還有多久的命 好,我們這裡排列了 小方七大行星的星座 我相信小方也很熟悉 在這裡拍照 首先是太陽星座 太陽星座,你們都很熟悉 剛才說了雙魚座 太陽星座本身就代表 你最核心的自我是怎樣 所以你們的雙魚座 極度敏感,有玻璃心 但其實玻璃心相反 你又懂得照顧別人 因為你知道別人需要甚麼 你立即有同理心 對,有同理心 而且配搭小方的月亮星座 就是巨蟹座 因為月亮星座是內心世界 以及情感,也是巨蟹座 其實這兩個星座 在尖星座上,太陽和月亮 即是你整個人的很重要部分 都是由水上升造成 所以你整個人就像水一樣 去到不同的情況,你很容易適應 我游水的… 對,你游水的 我這樣問一下 西方的元素,即地風火水 跟中國的金木水火圖 真的類似 就是你有那個元素 你對那個元素特別自然適應 或者舒服一點 是喜歡的海、沙灘 對 我不知道是否 因為要熟火 不是,是水 熟水 我們是雙魚 對,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如果看愛情 小方的金星… 因為金星是掌管愛情 而且覺得哪類型的女性 有吸引力 完全跳通了 火象星座,去到白陽座 所以在愛情的世界中 金星白陽有時要掌握你的競爭心 你就會比較喜歡那個女生 或者那個女生比較獨立 男生頭、爽快一點 又會吸引到你 越南越開嗎 對… 沒有競爭,平平穩穩的 對,但當她想成家立室 找老婆時,她去到月亮星座 因為月亮比較代表家庭 還有老婆、媽媽 當你想成家立室時 你去到很標準的炎仔兩模型 只是拍拖時,去到金星的部分 喜歡比較激烈、刺激的感情 或者可以爭競爭的 但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問女生… 我不是 女生喜歡甚麼人 我當然喜歡甚麼專一、細心 最後每個人都是玩玩樂圈 是嗎 是嗎 也是這樣 不是 你選女朋友和老婆時,有時真的… 但我又幫幫她 選老婆當然會選現妻的模型 選平穩穩穩的 誰會有人說,找一條淫婦 不是,我知道 我選女朋友最重要淫婦 她不包括她,我真的不去結婚 沒理由會選這種事 還是沒有那麼多事 有些人喜歡你較高興 或性格較強康,可以管家 我覺得很少男人喜歡巴勒一點 對 其實我最喜歡娶一個哲良子 如果那個男生的性格是內弱 他需要另一半去… 給人補 對…幫助他,會否有… 其實不同星盤的人 他們的選擇真的不同 例如像George Clooney 他選擇一個很厲害的律師做老婆 比她更厲害,比她更兇 但最後,她是我的名聲 我的荷里活地位比你的律師更多 但她比她有錢 她擺酒,是她老婆給了錢 很厲害,這件事 我現在明白為何她選擇了 你剛才沒說 你剛才這樣選擇了 我現在明白為何她選擇了 不是因為她是律師… 對,因為她是律師… 好 其實這就是根據翻譯星盤 而且有時候我們會再細分 可能在熱戀期或找女朋友的要求 或是你的性質 而且成熟一點,想找老婆的時候 條件有一點不同 還有甚麼聲音?水星是否 水星,水星也是雙魚座 代表你的思想和溝通 雙魚座的思想和溝通 所以像剛才你們那樣 很多幻想 多神漢感 很多幻想 經常想到一些東西很美好 但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這樣的 對… 然後後面其實全部都是處女座 包括火星、木星和土星 對 火星 所以在這個位置 你會發覺自己有些矛盾位置 雙魚座本身是有很多想像力和敏感 例如你說很喜歡幫助人、照顧人 還有很柔軟的個人 但去到處女座 突然間你會發覺自己很懶惰 本身是一個暖男 但大家突然說話 突然很刻薄 嘴他一句、疾他一句 突然那個處女座走出來 就好像突然有烏鴉飛過 但你這些都是在工作上 即是那些是假的 對…那些照片 突然會忍不住一句 對,因為火星代表自己的男子氣概 木星、土星代表自己的發展機會 或者在工作上的東西 但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他的發展機會和星座影響他甚麼 他的強項在哪裡 其實處女座是… 原美主義的嗎 原美主義和處女座真是服務別人 所以如果你說做生意… 他會做服務行業 做服務行業 做文言 有服務人… 前可別歌名 對,服務行業 對… 而且始終都是工作狂禮 就是處女座 但慘在,雙魚座也很客氣 對 經常是瘋狂地要工作 而且突然甚麼都不想做 就離開了 對 負責自己的東西 是天使與魔的,不停鬥爭 怎樣?他這個盤子有甚麼 對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人記得嗎 這個盤子很有趣 其實有大量相處和大量處女座 而這兩個星座正正是對立一組的星座 因為處女座是很現實的 所以他在想的時候,這件事是否可行 是否可以繼續做下去 是否在現實上配合得到 但雙魚座又充滿無限的幻想 就是理想和現實之間不停在掙扎 有時會拖延的東西很長 有段時間也做不完 因為處女座也很仔細 例如洞房 對… 我們有段時間做不完 有事,聽說他 雙魚座經常無限幻想 因為永遠無法滿足這個幻想 在現實世界 比較容易拖延的問題 但他無論如何 你告訴我們 他始終是暖男的第三位 是吧 他始終是 有甚麼人、星座的人 這輩子起碼一、二、三、四 十二個星座 永遠都是十一和十二 有這些嗎 如果女生遇到就要小心 你一知道他是這些… 不是暖男的星座 對 是 誰都知道他是一個暖男 但有哪些人 讓女生小心 遇到這些星座的男人 也沒有機會是暖男 死了一條心 你們覺得呢?你們覺得有甚麼 我覺得?獅子座?霸佔了 雙子座 剛才不是說處女座是相反的嗎 我就說… 天平 為甚麼都錯了 剛才你們說的全部都沒有上榜 為甚麼 因為有些更厲害 有嗎 要小心 好,我們先看看 第三位 第三位 八陽座 因為八陽座是一個非常自我星座 所以他們只顧自己 例如你們剛才說天平座 他也叫做樣子想想 想想你有沒有需要 做表面 做表面 做表面那一層 但八陽座是表面那一層 也不會做的 他簡直不會想 他沒有這個認知 我吃飽就算了 對,我不知道你吃飽了甚麼 而且八陽座很要臉 也會的 他會覺得我自己最威風、最擅長 而且他自己是一個勇士 我沒理由幫你倒茶遞水 即冷藏那種 很重要嗎 對 那八陽座有甚麼好 別踩人,他不暖男而已 反過來,如果你… 做文藝的 他們喜歡那些甚麼 很多舊腹肌的 是八陽座的 因為他是… 要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而且他是戰士型的 那些很男性、很有男性 像是健身的那種 如果你要陽光男就行了 如果當他是好男性的話 是 他是哪一類 那些是你有甚麼事 他會幫你出頭的人 不能讓他過 即很有義氣 八陽座,讓他過… 下一個是 下一個 第二個是水瓶座 對 尤其是明知水瓶座不是最愛是流淚嗎 為甚麼 自己流淚 我自己流淚 對,自己流淚 因為水瓶座是一個非常冷漠 和很冷靜的星座 而且他很注重自己的私人空間 他覺得我有我的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但他對朋友好很多 對 朋友就行了嗎 所以水瓶座,你當他的朋友 比他當他的另一半好 好,明白 我弟弟就是水瓶座 那你當他的兄弟不是太好嗎 不,我看著他對朋友 比女朋友好或親人好 而且他真的不是浪漫細心的人 你說你會… 但他有他的領教才能、事業 或者他有筆記 如果你要筆記浪子營就行了 但也有很多女朋友,很多人喜歡 你霸佔你手的東西,你有甚麼事 水瓶座已經這麼不注重女朋友 看看第一位最不暖的男 生日 反洋座梳妮,腰話事 對,因為生日座比較注重面子 和很大男人的那種 如果我們暖男的定義是 例如要煮飯或很細心照顧你 他會覺得這是有損男士的尊嚴 而且他是很抑壓情感 他完全不會表達 我覺得表達出來就是顯示我很耐弱 或者顯示我是一個很軟弱的男人 他不是男人,不可以做這些 為甚麼我覺得我們這個年代 所有的爸爸都是生日座 我公子 師傅不經常說話 對,他們不經常說話 那時候… 甚至符號有時候… 生日座幾多月了 一月… 即是12月,早東開始 之後至到一月中… 過完年後,大家冷靜地拍完 不知道…是嗎?好像羊腩熬後 對,10月後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明白 所以爸爸通常是生日座 為甚麼 很合理,我沒甚麼感覺 我本身是暖男 我會記錄下這三個 對,避開她吧 儘量… 這樣吧,大家認真吧… 儘量… 他無法保持,只是儘量而已 如果你在電視看後 手機看到,今集 你記錄下這三個男人以後 看到男朋友來追求你 看一看,檢查一下 他今天來幫他玩東西 玩玩你最難手的 估計他的未來會是怎樣 好 現在時間交給兩位了 首先問你 是 嘉賓,你有甚麼想知道 最重要是觀眾想知道 你這樣說嗎 是嗎 這個機會很認真,很難得 是否至少不用錢 是,為了認真地告訴大家 我是單身的 是 不如這樣說 檢查我未來這幾個月 會否有真的戀情 而不是非聞 我們看看未來三個月 你的愛情運氣是怎樣 現在洗牌 你也要想著你自己的問題 然後同時你也要洗牌 對,就像我剛才那樣洗牌 就行了,不像賭神 對 未來的三個月 三個月 我也希望你有 好 然後你就要抽牌 你直角可以,三張牌 三張牌?對 哪張,第一張 這張… 對不起,他真的很心急 對,這裡有… 對,好的 怎麼會這樣 有點異樣 其實你已經有了 你騙我 是 第一張牌 這張牌是聖杯的公主 這張牌 其實已經有… 即是第一個月 未來三個月 第一個月會出現一些戀情 有些對象 但最好笑的是甚麼 第二張牌 你會看到保劍七 你看到圖像 那個人是拿著劍走路的 是 即是走過去嗎 可能他走也不行 不行,他就走了 照顧完就鬆了 這個無恥男人,對吧 沒有血的 沒有血的 很害怕,不明白… 但由峰迴奴轉地 第三張牌是拳杖四號牌 你看到那張牌 圖像根本就是一張結婚的牌 你幾個月會結婚 不是閃婚 可能之後再遇到一個 你覺得很適合的對象 或者會令你想到 有比較長遠的發展可能性的人 但這回合離奇也好 這三個月內會遇到想結婚的人 這樣說 這三個月內的結局 我拍拖也想結婚,很認真的 我想問,這裡是同一個人 還是分開三個人 對… 這個我也想知道 前面兩個月,我遇到很多人 我喜歡或喜歡我 但我最後抱著劍走,還是沒有 然後我才遇到我 還是… 我會解釋 都是那些人 但我最後就知道 還是覺得你最好 或是他突然寫幾位人 捐個神給我 是,第一個月是想追求不到 第二個月是喝醉 攪拌了,別人的肚子還不馬上走 第三個月,終於放下了 認真遇到 你本來像… 認真遇到 你本來像第二個月 覺得還是不行的 第一個月遇上的人 好像也不太好 然後就離開了 到之後才開始穩定一點 這個人現在出現了嗎 你可以再抽一張牌 看看這個人是否認識的 即是出現了嗎 對 很緊張… 好 又是劍 這個似乎是一些比較疏落的朋友 不是很熟悉或經常很投契的人 可能你純粹覺得跟他挺好聊 或是一些比較疏離的朋友 暫時 對,我沒有甚麼女生朋友 很合理 對,他剛才經常提起有一個好朋友 但現在很疏離 對 對嗎 我有些問題我很想知道 但我不問,因為我兩位認識 同意母機… 好…我同意母機 是否可以檢查?檢查復合嗎 你想我問,是否想問復合 不是我想問,是你想問 觀眾想問有否復合 不是 但也要他… 很害怕他 他先問他 他只是想知道,不是想說 可以… 復合不一定是某一個人,對嗎 初來 那你也要想定是某一個人 對,你也要想著 如果我只想一個人 一會說會,會很大新聞 會和會也很大新聞 然後一會問對方 他回到塔羅說會,你怎麼看 我們都是說風水命理的事 只不過我剛才說的 以上也是嘉賓的 只是這個原因而已 想一會吧 問吧… 想一會吧 是否有小時候… 對,有小時候 想知道 想一會吧 不是我,觀眾也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是你問這些東西 你失誓,沒聽到 想一會吧,好 想一會吧 這是甚麼?人家說男人要穿衣服 女人要…不是脫衣服 即是二八八八的女人 好 原來他真的想知道 原來他很認真 問也想知道… 那三張牌… 準備放鼻蝦 是嗎 對… 三張牌 如果可以,記得馬上去旅行 這三張牌亦很明顯啟示 首先第一張牌是金錢牌 錢幣牌 其實只有做字 即是上班、工作、工作 第二張牌其實很混亂 這張牌是你很掙扎 或者是…其實關係都… 如果很想扶大,其實關係都一般 其實根本已經有很多分歧 或者立場很不同 其實也沒有甚麼很和諧的意味 你看到第三張牌 這個人坐在這裡很悶 在苦悶地等待 所以這也不是一張扶下牌 這個聖會寺,你看到很悶 其實很悶,就是這樣 可以了,解釋了大家 那即是… 應該是… 那三張都… 負責 都不是復合牌 都不是復合牌,對 而且是悶的,可能他想尋求新刺激 未必是我的,可能是對方 對方… 很麻煩 你繼續說,我是那些… 很典型的港琴,你繼續說 說甚麼 這樣可以 好,好,謝謝… 有甚麼問題想問小芳 我想哭,正是永遠不斷流 我覺得今晚你既然心情不可以 叫小芳留在這裡陪你 我覺得抽到這個格局後 今晚我要開解一下她 所以你們今晚可以不用陪伴 好,你們現在可以殺出… 先退下 你繼續幫我看看天空的… 好 運勢,好嗎 小芳 你要看這個太監 我有些東西要開解 來,你現在還要浸過來 其實做男人的事很簡單 女人的事,別看得那麼重 我會有鼻寒 不要緊,如果有鼻寒的話 對,我會吹醒你… 我剛才閉上眼睛睡覺 不要緊,你閉上眼睛 這樣睡嗎 我才看著人睡 即是我睡不著的… 對,不如你這樣睡 然後我是譚詠麟的那種